现在在中国大规模的存在对于台湾的各种的污蔑 你像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污蔑是说 在台湾月薪十万台币的台湾人过得很惨 生计艰难 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存在对于台湾的各种的污蔑 就是早在比如说我妈妈还是个小孩的时候 他们就被教育说台湾人民过得比中国大饥荒的老百姓还要惨 说这个要解放台湾嘛 要拯救台湾人民嘛 所以说在我妈妈作为一个儿童幼小的心灵中 我妈妈就在想说 那她现在就说感觉就是已经非常可怜了 就是因为我妈妈就是她的这个家庭吧 我姥姥非常非常能干 所以她能吃饱饭 但是她知道他们村子中有人是吃不饱饭的 能吃饱饭但是也吃不好 就没有油水 就是对吧 没有肉 就没有小孩子吃那些东西 没有甜的 就是没有糖 对吧 就是一天到晚就吃那些个很粗糙的粮食吧 这个玉米面之类的 我妈妈就觉得自己生活已经过得很苦很苦了 而且很小 对吧 儿童就去就是同工嘛 那个时候我妈妈就要去干活 而且就是还被人欺负 因为我们家是富农嘛 就是我妈妈就是我姥姥姥爷 他们是被化为富农 就是黑五类嘛 就是别人干同样的活 能拿比如说十个公分 我妈妈只能拿五个公分 就是一模一样的活 就是她因为是黑五类嘛 你这是政治建民嘛 就总之上我妈就觉得她的生活特别苦 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朋友 就要去干活 然后遭受不公平的对待 明明很努力 但是拿的公分却是别人的一半 然后吃也吃不好 勉强能吃饱 但是实在是吃不好 然后 就是在我妈的心名中 就是她过的生活是很苦的 然后她听说台湾人民过得比她还苦 她就想说那台湾人民得有多苦呀 然后包括后来就包括一直到现在嘛 那就是各种就是中共炒作台湾不好的东西啊 就包括有一个叫做金灿荣的中国爱国粉红吧 那她呢就曾经说台湾是中国的道德和智商的挖地 很多在中国对抗这种谎言和愚昧的这些网红或者博主 就是他们并不见得特别特别的了解台湾 但是他们需要来与这种错误的言论 这种谎言和这种愚昧的这种说法去做对抗 所以他们并不见得真的多么了解台湾 他们可能就是去网上谷歌一些关于台湾的数据 而且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在这个简体中文上面的一些比较夸张的一些数据 那然后把这些夸张的说法拿出来来与那些污蔑台湾的那些言论做对抗 所以说呢就首先我要跟台湾朋友说一句 就是说这里面的很多消息当然他有可能他是错的 但是他为什么是错的 然后或许你们会觉得极度夸张 但是你首先你要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个舆论场的样子 就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舆论场 长成把台湾人和台湾贬低到就是无以复加的那个样子 所以当另外一群就是说想要跟这种言论做对抗的人 他就得把台湾捧的就很高 他是在对抗之中形成的一种夸张的表述 那甚至因为在这种对抗中 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对于台湾的描述可能有点失真 但那都是一种就是因为跟他对抗的这个东西太过于夸张 太过于强大 所以跟他对抗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倾向性也采取一种夸张的方式来应对 这就是一位中国的博主吧 他来回应金灿荣的这个 台湾是中国的道德和智商挖地的这个说法 他可能也是出于一种自暴吧 就是他他采取的是一种反放的方式 采取的是一种阴阳怪气的方式 就好像大家很多时候看到中国网友 在互联网上面冲塌 他也是一种阴阳怪气 一种反放 因为他也是要保护自己嘛 金灿荣说台湾是中国的道德挖地和智力挖地 我觉得也是 毕竟全球十大半导体企业台湾上才占了区区两个 而美国就占了六个 台积电不过控制了全球60%的半导体芯片市场 台湾电子产业的份额也才是全球的75% 距离遥遥领先还差得远了 对吧 再来看看教育 2300万的人口才有156所大学 入学率高达97% 虽然几乎普及了大学教育 也就才勉勉强强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李院哲 人家94年居然还放弃了美国国籍 回到台湾发展 这样一看 确实是智力挖地了 再说道德挖地 那就得看社会福利了 医疗教育养老全面 咱就不说了 对农民还搞特殊化 全省2300万人口中400多万的农民 不但有普通退休金 还有老农津贴 而且你知道吗 这老农津贴根本不需要事先缴纳任何费用 到了65岁 人人都能月领1700块人民币 除此之外 每年台湾财政结余 还要按人头发红包 2023年每个人分了6000新台币 折合人民币也就才1340块钱 想知道台湾是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的吗 这里面有一些事实 就是关于台湾的事实描述上有偏差的 这个我就不跟你们讲了 反正比如说这个财政结余 给人民发红包的这个事情 其实并不是每年都有 但是呢 就是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就是大家理解一个大概吧 就是当中国这边把台湾描述为 智商挖地和道德挖地的时候 当中国把台湾描述为 说月收入十万台币的台湾人 活不下去的时候 就是你要跟这种极端言论对抗 有的时候你也会走一个比较夸张的路线 那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形 但是呢 就是我觉得蛮感动的 就是说 这明显就是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还有一群 就是希望能够捍卫真相 捍卫常识的一些人 他以他的能力范围 以他所知的范围 就是以他的这个 在简体中文网上面 能获取的资讯的范围 试图在于 明显是中共在主导的这种 污蔑台湾的力量做对抗 这是我觉得很勇敢的一位女士吧 很勇敢的一位博主 台湾人不要跟他计较 内容 内容是不是完全正确 好吗 就是你要知道 就是他能够在简体中文的 这个社群里面能做到这个水准 很辛苦了 很辛苦 很不容易了 好吧 不要过高要求 不要拿自由民主世界的舆论场的知识的真实性 能够达到的那个程度来于简体中文的那个乌央乌央的那个黑洞去比较 就是你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说自由民主国家的这个舆论场啊也被中国共产党给污染了但是我们的这个舆论场呢怎么讲就至少它是个河流啊对吧或者是个大海就是你当然排进去很多污水了你比如说河流吧你排进去很多污水但是努力找还是能找到干净的水源对吧那中国共产党呢就跟一个湖一个死湖一样啊它就像一个死了的湖泊一样这里面全是黑的全是污水你能找到干净的水源呢就像一个死湖一样就像一个死了的湖泊一样就像一个死了的湖泊一样 能够在这个舆论圈里面能够找到一些关于台湾的一些接近真实的资讯还能有勇气把这些资讯翻出来去跟像金灿荣跟这种中共的喉舌对抗就就不容易了就不容易了你不能拿自由民主世界的虽然被中共污染但是毕竟还是有很多嗯就是有很多真实资讯存在的这个舆论场你不能拿这个舆论场跟中国的那个那个死水一潭的那个污水污水潭那个污泥潭 你不能这两个你是没办法拿起来比较的那像这位博主他已经很不容易他已经他已经不错了他也已经很勇敢了好吧大家还是更多的给他鼓励吧而不是更多的去挑剔他说他哪句话说的不够准确那我真的是觉得他很有勇气希望他平安吧我不知道他人是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希望他平安希望他平安无事吧